为了让传统市场和民众拉近距离 华林市文官所特别办理了一系列的活动 21号更是将营队带进了传统市场 让小朋友透过实地走访 参与课程体验 实际感受传统市场的文化魅力 小朋友走进传统市场 林立的摊商瞬间成为焦点 所有新鲜事物都让他们充满好奇 妈妈叫你来参加的 不是她把我挖来 那把你挖来 那你自己来参加过之后 你觉得这个活动很难 没有 怎么说 就是可以跟大家一起逛 要抓这些蝸牛也是很辛苦 你们在睡觉的时候 我们这个阿姨阿嬷 她都已经开始在工作了 为了吸引更多人愿意走进传统市场 也认识到在地的人文风情 华林市公所特别办理 借其两年的系列活动 除了有走读及讲座 夏丽莹更是常常秒杀 透过手做DIY 结合各市场特色 融入食农教育的理念 让不少外地人也都到场报名参加 那这些部分其实是针对 就是有关花莲市 从过去到现在 城市开发跟市场开发的一些系列的活动 那主要是通过菜市场有一些的介绍 可以让大家重新走入传统市场 活动中市长为家宴也陪着小朋友认识特色摊商 希望大家都能收获满满 我们不管是很多元的一些食材或是在地的食材 或是有生食熟食等等 那也希望说这趟旅程带给我们小朋友会吸收到非常多的一个市场的一个知识 也希望说孩子们能够跟我们的 不管是我们的爷爷奶奶 或是我们的爸爸妈妈一同来逛一下市场 丰富的课程安排 让学员们一课都不无聊 有的吃有的玩还能学习新知 让孩子们在愉快的体验中学习 并加深对本土市场文化的认识与珍惜 记者徐立晴花莲市报导